时光清浅,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木子诗,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身上有这三种气质的女人 不仅贵气,而且还迷人 文章来自知和大叔 让我们一起来听 朱自清在《女人》中写道 我认为艺术的女人 第一是她的温醉空气 使人如听着消管的悠扬 如袖着玫瑰的芬芳 如躺在天鹅绒的后坛上 她是如水的蜜,如烟的青 笼罩着我们 真正有气质的女人 绝非只是好看而已 而是由内到外散发着 不一样的魅力 不但能够让人眼前一亮 走到哪里都会是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 随着年龄的增加 自身的气质不会逐渐消散 反而愈发迷人 还会让整个人 越来越凸显高贵的一面 眼里有光,走路带风 可以说,这样的女人 往往具备十足的吸引力 不仅可以让男性高看一眼 也会成为自己人生路上 越过越好的一种 迷俗珍贵的能力 具体而言,身上有这三种气质的女人 不仅贵气,而且迷人 一个有气质的女人 往往在谈吐方面有素养 不仅分寸得当 还有涵养,让人轻目 女人交往绝对不会轻易出口 会言会语 犹如泼妇骂街一样 让人反感 而是安定自如 清醒冷静 有进有退之余 看似柔软 其是暗藏锋芒 不管什么时候 当你看到她的时候 往往是淡定从容 不济不躁 对外说话有自己的主见 能够表达自我的意见 不会轻易盲从别人的看法 让人眼前一亮 这一切并非是凭空而来 而是女人长时间自我沉淀而来 是来自自己的不断提高 让自己化简成蝶 电影《川普拉达的女王》中 所有人对梅利尔 斯特利普的形象 记忆深刻 精致的装扮 谈吐的素养 对工作的自信 全部都彰显着 这个女人的魅力 女人外表的漂亮 终究会慢慢远去 当外在优势不在时 自身言语间 儒雅的气质和不俗的谈吐 逐渐成为一个女人 最丰富的内在体现 这样的女人 从来不会纠缠 在是是非非的小事中 而是在懂得豁达与从容中 跟身边的人相处融洽 舒心度日 二 奋斗有目标 意义生辉 有句话说 人生从来没有最晚的开始 一个身上有气质的女人 不管什么时候 往往都离不开 奋斗有目标 让自己意义生辉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摩西奶奶是文明全球的 风俗画画家 曾经自己是贫穷农夫的女儿 终日沉沦在挤牛奶 装罐头的繁重工作中 不能自拔 一直等到自己77岁时 才决定为自己而活 她开始了新的人生模式 拿起画笔开始作画 一旦开始 就不会轻易放下 因为对于自我目标的坚持和追求 让她的画作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后来她还举办了 个人画展 真正有气质的女人 最为难能可贵的一面就是 去做喜欢的自己 去做喜欢的样子 不要总是把心中的想法 停留在嘴边 在等待中蹉跎岁月 遗憾终身 只有当你有了自身追逐的目标 然后勇敢去实施 才会让自己的目标 开出绚烂的花朵 让自己的生命绽放光彩 一个女人的美丽 从来不只是外表的光鲜亮丽 而是有着自我的追求 真正让自己活出了精彩 让自己真的走一路 有一路的收获 走一程就有一程的风景 人生从来没有如果 那些真正实现自我目标的女人 才会让魅力一直伴随 活出了人生路上的新境界 三 扩达乐观 脸上带着笑 有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女人 会让你遇见之后 产生深刻的印象 有一个得到高赞的回答是 脸上带着笑容的女人 往往最让你难以忘怀 脸上带着笑容的女人 不仅可以至于悲伤 还能凸显出高贵的修养 也是一种难得的气质 让人更佳 更有亲和力 细想一下 确实如此 现实中 一个女人总是眉头紧锁 爱声叹气 不管长得多漂亮 也会显现出一副苦相 根本没有什么气质可言 相反 那些爱笑的女人 内心往往是豁达乐观 心中充满着阳光 不会轻易被一些琐事而烦恼 活得潇洒与自在 让人看到往往会心生暖意 这样的女人并不是命运的锤爱 也不是现实生活对她格外的仁慈 而是拥有了一颗强大的内心 让自己面对一路上的风风雨雨 能够坦然面对 在我看来 真正有气质的女人 脸上的笑容 是自己最好的保养品 能够帮助自己 抚平岁月的苦楚 让自己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 过成诗 开出花来 漫画家吉米写过一句话 向日葵告诉我 只要面对阳光努力向上 日子就会变得单纯而美好 内心获达乐观 就是心中有希望 让自己通过心怀希望 抵御一次的坎坷 让走过的人生路 都化成自身魅力的一部分 忠然经过风风雨雨 却能越活越高贵 请记住 一个真正有气质的女人 从来不依靠自身的脸蛋和身材 而是自身成熟的心态和生活态度 亲爱的朋友们 这世间 每一个气质出众 生活如歌的女人背后 都有着一路上 不停的进取 与积累 让自己无惧时光流失 活得越来越坦荡 自信 优雅 迷人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